異香香色澤鮮紅和粉紅的櫻花蝦 一字排開在東港漁會的拍賣場上 下午兩點正式開拍後 每艘船十箱都趕緊鋪排上去 準備競標賣個好價錢 和一般漁市場喊價拍賣不同的是 東港的櫻花蝦拍賣是用寫標單的方式 得標結果是一翻兩瞪眼 小時候就有跟家人在 就是有跟爸爸媽媽在漁市場走 就是有在走有在看 都是當天捕撈當天賣 沒有遇過沒有當天賣的情況 產地剛好是所謂的河海匯河處 那鹽分也比較高 那相對來講它的浮游生物也比較多 造成櫻花蝦在蜜食方面是比較不匱乏的 所以它的營養源特別豐富也特別好吃 為了保育海洋資源 即讓櫻花蝦有休養生育的期間 約定每年6到10月為禁捕期 每年大約只有半年能捕撈櫻花蝦 同時東港漁會產銷班也有規定數量 多撈捕的櫻花蝦只能充公或放回海裡 讓櫻花蝦原能生生不息 整個產銷班有112艘漁船 那每一艘漁船它每天能夠出海捕撈的香素 那每一箱是15公斤 我們會訂一個所謂的最高上限捕撈量 就是為了要做一個資源保育的一個工作 那同時也有賴於我們整個班員的配合 所以這項政策才有辦法繼續延續下來 東港漁會他們這個拍賣機制的創建 有櫻花蝦的產銷班 然後有我們這些加工業者 然後透過漁會這個所謂的公正第三方 我們這個機制運作了二三十年以來 其實就是蠻不錯的 所以真的必須給東港漁會一個鼓勵 櫻花蝦在台灣以東港和芳寮一帶的海域最多 台東其次 櫻花蝦可運用在許多食品及料理 想要吃到新鮮的櫻花蝦 可得趁捕撈其大塊朵頤 如果錯過了只能再等半年囉 新唐人亞太電視李娟榮 台灣屏東採訪報導